解枚 回几元 痛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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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得你瘦了 這小傢伙終於睡了 你看 退燒了 太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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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瓶药水 现在已经是凌晨三点多钟了 这个房间里面空荡荡 空无一人 有的也回家住了 就剩下我跟这小子在这里 睡得蛮香的 刚才没有尿片 拉尿拉在床上 然后护士帮忙换了一张床单 最后带小的那个 回那边工作室那边休息 然后今天晚上我自己休息 估计是得通宵 本来昨天晚上也没睡好 就睡了两三个小时 然后又忙了一天 今天马上要通宵 这两小子真的是挺会折磨人的 有的时候样样很抓狂 有的时候样样很心疼 最怕就是来这种地方 真的没人喜欢来这种地方 困了 但是我又不敢睡 我怕人家一睡醒不来 不知道那个药水没有了 他是睡得蛮香的 刚才做了两次那个误化 我肚子饿我要点了一点东西吃 等到早上 他醒来的时候再点个粥 点个右粥 喂他吃的时候 再吃药 吃完药 等睡花醒的时候 看看能不能 带小子来过来看一下 如果不行的话 就只能继续熬了 我也说样老粮帮帮忙这样子 眼睛现在很涩 很困 戴手拙了 现在医院人家又不要很多那个陪同的来 顶多也就一个 像这种普通发烧啊 或是什么之类的 都是要一个人来 上厕所啊 换衣服啊 一边举着那个药瓶 一边慢慢换 第一次真的 以前都是跟醉花一起熟吧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 没有小小的那个 现在有了小的那个 更加的啊 医院在这熟 湿不湿地出去点个门墙 洗发脸 真的不敢睡 在医院里面一个人看 我不太敢睡 不太安全 我感觉啊 有时候就自己给自己讲讲笑话了 好了 啥也不说了 继续出去点根门香先 点门香都是在外面这个球场 这个点都不敢走远 不敢让他离开我的视线 最后一瓶药水 掉完就可以静静地让他睡一觉 早上起来就吃鸭 然后吃粥吃鸭 好了 养完房子 父母分 挺烫的 真的 熬过去 一定会有阳光的 我们上期再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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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